再来107,107这一题稍微有点复杂 首先第一个我先点上一点,画一条垂直,先点滑转右键旋转 速度一个C,40度 好,由这边开始,从底下开始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它画一个弧 那这一边呢,我们先知道一下这一个弧的部分 半径45 先找到这一个,然后开始画 不叫画语言的指令,抓焦点是在这里 这一个是一个直径 第一,24,Enter,Enter 相对下来说Enter,说了一个D 理论小元是6 好,两边都有,做进射 再来,孤交画圆的指令抓 这一边这个焦点,它说直径16,D16 好了,拿稿线可以删掉 这个删掉,然后再来 这一边,这一边画圆 三点画圆 三点切,切一切二切三一个 按右键,重复 切外围,要不然的话你会跑到里面去 切一,二,三,二,有没有 跑到里面去了,再来一次 切,一,二,这一边 好,这个删掉 好,更加修简的指令,选 好,这一边,这一个 好了之后,再来,外围的 再画起来 外围的这一个是半径15 好,这个起来了 之后呢,再来 往上发展 往上发展的话呢 我就从这一边,或叫画线的指令 画一条水平线,稍微长一点 偏移复制 一个12 127.5 127.5 一条 画面稍微拉一下 再来 平约复制 15一条 好,这个是上面的 然后呢,底下这一段 底下这一段呢 首先有一个 平约复制 47.5 47.5 是这一条线上来的 好,把这一条线拿来长一点 好 这一边先 右边先 偏移复制 45 底下的部分 底下的部分 有一个45 上面 47.5 这个往下6 这个先 好了 往下6 免得搞糊涂了 再来,偏移复制 45除以2 45除以2 左右各一条 好 好,荷胶修剪的指令 先把它剪掉好了 然后再来 荷胶画线的指令 把这两条线连起来 这一边是四分圆点 你也可以直接用近色 好 这边这一个好了之后 我先用修剪的指令 把这个剪掉 你不知道我在画哪里 好,再来荷胶修剪的指令 还是先补好了 我再画线 好 这边这一个好了 我再修剪 选这两段 剪瘦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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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这一个 好 不过这一条线好像要长一点 这个把它U回来好了 好 修剪底下就好了 这边 再来 这个 好 好 打稿线先删掉 因为画面太乱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偏移护制一个10 这一条线好像很基本 所以先留着 再来10之后 再来一个35 35 我往这一边发展 往这边发展 35 这个是35 然后这一边 这一边这一个呢 它的原心点 是一个10 是这一个 不要搞错了就好 不叫画圆的指令抓这里 半径48 这个第一个圆要掀起来 然后48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55是这一条 55 是这一条 所以呢 偏移护制 半径25 所以把这个 往外偏 胡椒画圆的指令抓焦点25 这样的话就相切大了 打稿圆删除掉 这边有了之后呢 再来就是这个 胡椒修剪的指令 我先把这一段剪掉 删除掉 这一端 这一端是35的位置 呼叫画圆的指令 这一边是一个半径32 再来偏移护制32 这一个 胡椒画圆的指令抓焦点32 好 把这一个删掉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胡椒修剪 这一边先上点 我叫圆角 输入一个R 圆角输入一个R半径10 这个先处理掉 好 这边好了之后 胡椒画圆的指令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 小心画 输入一个D20 这个先画起来 这个删除掉 这一边好了之后 再来就是这一边 这一边呢 稍微留意一下 5 是从这个 从这个 55 偏移护制 55 这一个 是这一端 或者需要剪的指令 这一段 删除掉 好 接着这一边比较麻烦 这个圆 跟刚刚一样嘛 对不对 这一条线偏移 就叫偏移护制 有一个102 102 102 剪的太杂了 不过不要紧 来拉长一点 偏移护制 这一个 30 33